響亮的鼓聲搭配表演者身體律動和吶喊 展現綠與美 雙鏡高職表演藝術科學生一出場 立刻炒熱現場氣氛 要讓台下弱勢家庭也能感受社會溫暖 雙鏡高職連續5年和新北市社會局合作 在校園內席開擺桌 招待低收入戶 單親或是生障者家庭 提前圍爐吃團圓飯 為了讓發動大家 對於我們新北市的一些弱勢家庭 給他們在溫暖 把他們的廚藝表演出來 把他們表演藝術 表演唱歌跳舞表演出來 把他們的美容美髮技術表演出來 讓學生充分展現他們的技術 由餐飲科師生包辦維如菜色 營視科學生負責燈光音響 一年一度的愛心維如活動 全校總動員 就連晚會摸財品和經費 也是由校方媒合各界散心資源 希望讓上千名弱勢家庭的成員 感受過節氣氛 同時也給學生舞台展現學習成果 各位好朋友 在社會的溫暖之際 我們能夠更自力自強 讓我們的力量一段的擴大 讓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加的和弦 從103年活動開辦以來 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每年都應邀出席 肯定全校師生的疫情散舉 也鼓勵弱勢家庭的成員要熱觀積極 有照一日也能夠加入助人的行列 凱坡大臺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YK